面鏡 面鏡呢 有分單片的 像這種單片玻璃的 還有雙片的 像這樣子 那單片玻璃的話 它沒辦法換度數的 面鏡 然後像這種 有雙片的 玻璃的話 它就可以改成度數 像這個就是有度數的 那我這個是沒度數用有沒有近視 這邊有寫 那個開的到吧 在哪 1.5就是150度 那通常會帶到150度的 面鏡大概是 近視落在200到250 左右的人 那因為我們潛水不能帶剛好 有度數的面鏡下水 因為海裡面有放大效果 這個有上課的人應該會知道 那像我一開始 這個是我第一副面鏡 這是第二副 那這兩個都是日系牌子的 都是單片鏡面的 面鏡 然後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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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on 我的愛牌 我最愛的牌子 那其實買這一種 面鏡啊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如果你買到 比較淺色的白色或透明的話 它那種卡構啊 會相當明顯 那畢竟這是我自己帶的 我是覺得無所謂啦 我覺得髒就髒吧 那如果你們是很建議面鏡變髒的人的話 就是不要買那麼淺的顏色 或者是 潛水結束就好好的去清洗它 那像顧我這個的話 它是可以拆卸的 它這邊有一些卡榫 那這一節卡榫的話 你拆完之後啊 你就可以做 好好好好的 徹底的去清理這個面鏡 然後再把它組裝回去 那組裝的話也要很小心 那沒有組裝好的話 它有可能會 排水會透過那些細縫 就是滲水進去 你帶面鏡就會一直進水 那這個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自己沒有把握 可以自己清理這種面鏡的話 就是交給店家 或者是交給你的教練 處理 那這個是我最近最喜歡的 面鏡 這個牌子 義大利的 這邊有寫 它的價格比較親民 一副大概台幣1000多塊 然後像日系的牌子就是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查 都還蠻貴的 但當然有它貴的價值啦 所以呢 就是你們可以參照你們自己的經濟條件 去購買你們自己喜歡的面鏡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水費專用的面鏡 像這個的話它是自潛專用 因為它的強調的就是低隆機 自潛用的面鏡都是低隆機面鏡 那我自己雖然是玩水費的 但我不介意說就是玩水費的人就不可以戴自潛面鏡 像這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嘛 反正就是我2016年買的面鏡 那時候在美國我自己有試戴 所以之後我在網站上 我就回到台灣在網站上又買到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記得台灣是沒有這種 有反射的效果 就是這種是沒辦法看穿 看透 從別人的視角是沒辦法看到我們的眼睛 我很喜歡這一種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個很強大的優點 就是你基本上啊 你買新的面鏡不都是要先做儲物處理嗎 就是你可能會用火燒啊 燒裡面這個玻璃 可是那個燒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要不然就是用牙膏 然後塗上滿滿的牙膏之後 靜置一天然後再把它洗掉 那你下水在做儲物的時候就不會有起霧 那像這個的面鏡的話 你基本上你買的全新 你直接拿去潛水 塗個口水或噴個儲物劑 基本上就可以很強的做儲物效果了 那你不用 就是前置作業不用那麼多啦 這個面鏡的優點是這個 所以我一直很喜歡這個面鏡 所以我還多了買了一副當作是備用 以備不及之需 因為有一次我是真的忘記做儲物 然後我下水之後我發現 啊靠我剛剛沒有做儲物耶 然後結果它一點都不會起霧 超好超棒超級推 自潛水廢的都可以使用這種面鏡 那當然你一定要試戴過 如果適合的話再買 還有就是呼吸管 基本上上完Open Water課程 應該就沒有人在用呼吸管了吧 但我建議船潛的時候還是帶著呼吸管啦 因為有時候你會在水面 不管下潛前或者是回到水面之後等船家來接你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咬著呼吸管 然後就是在水面上做停留做等待 那如果說你就是咬著那個二級頭嘛 它就會一直耗氣啊 假設你不知道船家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那你的氣可能就會因此耗光 那基本上我會還蠻建議 就是船潛的任何人 就是都帶著呼吸管 是最保險最安全的 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要我會發生的 是不是以後 你覺得沒有人 我覺得是沒有人 你應該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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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